我們移動到下一個話題 下一個話題我之前說美國股票 其實美國股票還是佔這個話題大約三分之一左右 真正的是整個美國的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不如這麼說 不要說什麼戰略轉移 這麼高深 因為你看到它真正發生的 有三件事是上了大新聞的 一個就是股市大跌 但是昨天就反彈了一點點 就是反彈了過去兩天的跌幅 但是它過去是連續跌了很多天的 它一彈那一刻就彈了兩天回來 第二件事就是說瘋狗 那個國防部長被人炒了 但是這件事不是單一說國防部長被人炒了 而是說美國在敘利亞 完全百分之一百撤軍 和在阿富汗撤走了百分之五十個軍隊 而這件事是其中一個主要要炒國防部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和Donald Trump的意見不合 那我遲些再講一下新任的一個 代理國防部長的背景 因為他是歷史上的第一個是 完全沒有軍隊背景 完全沒有外交背景的國防部長 就是新任那個 然後另外第三件事就是說 美國那個聯邦政府又shut down 然後Donald Trump發推特說 我現在很孤獨地坐在白宮 就等著民主黨的人過來和我商量這條數 就是說Donald Trump就站立 萬一一定要建牆牆 在墨西哥那裡 但是國會又不批錢 不批錢就shut down 我們政府 還有這一堆事情發生 就是在中美貿易戰的九十天的限期裏 搞很多事情 九十天可以發生很多事 包括接下來的農曆新年 我們都要休息 所以如果萬一 美國現在這麼沒空 沒空理這些中美貿易的條款 九十天之後談不成 那怎麼辦呢 按照他們當時談好的 阿爺沒有這麼說 但美國公佈出來的 如果大家還談不成 那又來加他們關稅 是啊 是啊 那其中剛才說的三件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的撤軍 這個就說這個癫狗 James Mattis 癫狗的防部長 他主張的是什麼呢 就說美國一定要保持和北約 其他一些盟友 過往二戰之後的關係 還有美國一定要主導了整個地球 就是防守打仗的戰略 是應該由美國人來做的 那Donald Trump有什麼主張呢 就說不行 就是不可以嗨我們美國人 佔可以著數 我出這麼多軍力 我出人出戰出力 你就要賣單 你不可以只說我全部東西都出了 我就什麼都不用做 他意思是說北約的國家 每年要固定要下暗錢出去賣單 包括不只是北約的 還有我們這些 他們的那些 韓國 日本這些都是 但是呢 這就跟主流的美國精英的看法 完全背道而馳 那他這次還要強硬的來 就突然之間在敘利亞和阿富汗撤軍 不如澳洲是美國的盟友 那澳洲現在的總理只能說 我們澳洲是會繼續駐軍的 當然 因為那時候聖誕節 沒有理由召開什麼國防會議 你知道那些高官呢 他渡假不像我們那樣 開兩個中車的渡假 你們飛到不知哪裏 就好像我們接下來說了那個 一美國的財政部長呢 英文就叫做Munuchin 中文就叫做什麼 沒有老陰 這個沒有老陰 就說去了墨西哥度假 但是呢 特朗普又叫他做事嘛 就說 因為股市大跌 其中一個原因就說 那個央行的行長 那個鮑威爾有價值嘛 特朗普就說不行 這個人好像不太行 我遲些就考慮去炒他 因為他開到聲說要考慮去換這個 央行的聯邦儲美局局長 理論上呢 就是在美國歷史上沒有發生過 因為總統是任命 但是沒有總統去炒人的 就像總統有權任命那樣的大法官 但是你不可以炒了法官 所以他說他想研究 怎樣炒了這個鮑威爾 在這個同時呢 就叫這個武魯欽 就是財政部長開始做事嘛 財政部長其實理論上呢 總統是不可以直接命令人做事的 總統只是說 任命一個 和你的理念相同的人 而讓他去做事 而不是你教他怎麼做事 因為你總統沒有理由 你又懂得國防 又懂財經什麼都懂 是呀 你不可能 他可能是習慣了他前本 他那間公司的思路 然後這個武魯欽說 既然是這樣的 那就做事了 然後就叫美國六大銀行的 所有CEO 一起去那個度假村 他去了墨西哥度假 沒有空 武魯欽去了墨西哥度假 叫所有CEO去他度假地方 一起開會 然後開會出來之後 就發了個聯合聲明 因為那個聯合聲明又跌多一天了 故事 因為那個聯合聲明 就說我已經和那個CEO談過了 美國的六大七大銀行 都談過了 他們說現在絕對沒有這個 因為他們很害怕的資金鏈斷裂 即是說足夠的水泡在後面撐著我們 但投資者的看法就說 為何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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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他只不過是波音公司裏面的一個產品負責人 你當他是 他不是一個真是很高層的人 類似你以前說什麼VP 即是他其中一個VP 即是你的director 我猜可能比我們大家提到小一點 可能我們講的Journal Manager 就是大概 但他管的東西的確挺重要的 就是波音他現在最新的飛機787那部飛機 即是他管這個產品 即是夢想的787 即是很大的那架飛機 是呀是呀 就對A380 其中一個所謂的 簡歷上面的亮點就是 他主導了把原有的那些飛機設計的材料 改為了另一種材料 就輕了幾% 所以飛機更加省油 又可以更加有效率的運行 可能又省了錢 我猜可能 即是我不知道這跟國防部長有什麼關係 即是我們中國有過C919 現在好像叫做929那新款 那個大飛機 那可不可以這個產品經理來做國防部長 因為我喜歡我們的大飛機 飛了二山了 是呀 但至少這個意思就是 這個人就不會像瘋狗 就是瘋狗就是我以前說的那種人 就是你可以叫我做事 但是我做些什麼呢 麻煩你就 你不要壓制我 站在一邊 等我來做我應該做的事 就是我覺得對的事應該說 但是現在接下來這個 其實跟誰都有點像 之前不是炒了那個Tillardson的 阿屌阿星做國務卿的 後來上了那個肥佬叫蓬佩奧 其實之所以他不停要炒人 新人頂上 炒人新人頂上 就是因為他剛剛做總統 請那幫人呢 都是那種心態的 你可以叫我來 但是你不要插手我的工作 但是他一生請那幫你全部都是 就是想到他的走狗 可以隨便你插手我 是呀 全部都是走狗 是呀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Donald Trump又好像完全執政了 就是他一個人執政 現在唯一可以阻止他 就只有議會去 那所以就又shutdown了 議會shutdown了 議會shutdown了 議會不通過他那個撥款 他那個建的墨西哥的牆 整個聯邦 不是一部分聯邦政府機構shutdown了 沒有錢了 包括美國華盛頓 有個林肯紀念館外面 有個什麼紀念碑 什麼紀念碑 旁邊那棵聖誕樹都沒有燈開 就是沒有錢開燈 聖誕節都沒有燈式 接著說Donald Trump 他自己一個很孤獨的 在白宮過聖誕的 然後有個七歲的男生 就跟他聊天 說你真的相信有聖誕老人嗎 是呀 他說你這個大過兒子 不要這麼傻 要懂得分辨是非 那個年輕人真的很慘 就是聖誕熱線來的 以前那個是 以前是雷特告訴他 聖誕老人現在在哪裡 現在突然打電話給他 他沒有東西 你七歲了 你真的還想有聖誕老人 醒一下吧 這方面真的有點過分 那你聽完我講這麼多話 你覺得在阿爺的角度 有什麼啟示呢 跟張兆忠將軍的講法一樣 就是努力發展好經濟嗎 不是 他有說法就是收拳頭 收起拳頭 一心一意 發展經濟 還是要你的拳頭 又打向另一方向呢 不是啊 我覺得美國的拳頭 永遠都不會從中國人 和俄羅斯人手上收去的 因為理論上 現在油價又大跌 除了股票又大跌 你知道油價又大跌 俄羅斯又可以坐不住 俄羅斯又開始有騰雞 是呀 這個拳大會準備打向俄羅斯 但理論上普京和特朗普是很友善的 一個幫到他做總統 是呀 那次不是說在歐洲哪個地方會面的 之後就說 他真是一個很有powerful的人 就是這樣賺到普京 真是很有魅力的人 是呀 我們之前說90天 現在起碼過了30天 那接下來這60天有沒有出路呢 沒有 90天不是呀 從1月1號開始計劃嗎 不是呀 跟他談好見面那天 開晚餐那天 但是不是 1月1號開始生效 1月1號生效 是說由25%減到15% 15%升到25% 不是 他原先說好 如果100%按照原先說法 就要收25%的 那2000億 那就是因為呢 有90天的寬限期 所以 是呀 所以1月1號執行那個 就先升到15% 我搞不清楚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我剛才說了法國美國 其實那個90天 我猜達到 就很快就撞正 是2月底那個 英國脫鉤的問題 嗯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買股票呢 一定要等到過了3月初這個時間 才 或者買股票 投資任何東西 投資買樓啊 買債券啊 黃金什麼都好 應該先過了這個時間